少年同盟原作是咋完结的? 嗯,那虽然这是女性一项作品,那巧了,我挺喜欢这部作品的。 该作其实是由女性漫画家库田桂伊老师于2003年在史克威尔·爱尼克斯旗下的《月刊少年丹杆》上连载的作品。 不过后来这个作品最终一看到了《月刊G.Fantasy》上连载,并反复修刊,导致该作去年才正式完结。 连载期间共出了98话的内容,出了18卷单行本。 不过我看了一下单行本方面,正片其实一共是84话,其他的都算在了番外的故事里。 且第18卷是一个设定集,正片的故事就到第17卷就完结了。 当初我们11年12年看的两期TV动画版实际只翻排了漫画的前三人八话的内容,但是顺序有做过调整,而且有很多原创内容。 动画与漫画的对应关系大致如视频所示,而本片的漫画故事其实比较偏日常,没有啥所谓的主线。 虽然是讲了五个男生日常卖萌的故事,但每个男生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妹子CP。 男主一号眼镜男总原药,在动画里就已经说明了,他最后放下了自己的执念。 目送了自己喜欢的邻居家姐姐嫁给了别人,但是邻居家的妹妹后来跟眼镜男关系越来越好。 在一次雨天两人还摔了一跤,不小心嘴巴对嘴巴碰了一下,两人就开始对对方越来越在意。 故事的最后虽然没有展开明说,但两人的CP关系是锁死的非常稳定。 男主二号长得像女生的松刚村,全篇故事里唯一跟他发展出爱情火花的,是在休学旅行片中。 在京都的时候,村遇到了一个歌舞伎妹子平仓厨子。 这两个人其实是互相喜欢的,但因为性格都太被动了,所以一直都没有明说。 不过在松刚村旅行要结束的时候,村终于下定了决心,跑回去并在大马路上叫做了厨子。 然后他掏出了手机大声叫道,这个手机挂件送给你,请你继续在工作中闪耀。 啊,就,啊,含蓄到底了。 反正他和厨子的情感线到这里就没有继续展开了。 不过这个厨子也不可能换工作,等毕业了村再来找厨子还是有可能继续发展的。 男主三号,双胞胎的哥哥幽泰,他的感情线是我最喜欢的。 动画里就有说了,幽泰为了维护一个叫高桥你赖的妹子,跟你赖假装成情侣。 不过最后还是分了手,但其实这两个人私底下还是互相倾慕的。 但都没有再主动发展过啥故事,这两人关系属于是个谜了。 男主四号,双胞胎弟弟又夕,则是喜欢食堂的阿姨坐仓花袋。 后来花袋辞掉了工作,回了老家一段时间后,又回来开了理发馆。 并且花袋来学校拜访同事的时候,再次与又夕弟弟相遇。 又夕借着理发的名义,主动勾搭起了花袋。 两人其实最后处在了一个说不清的暧昧关系上,但至少关系没有断。 男主五号,气氛角色,菊千赫,那就比较纠结了。 动画里就已经展开讲了,他喜欢小学妹玛丽阳。 可是玛丽阳一直喜欢着主角团里面的那个像女生的松岗村。 所以这个三角关系一直没啥进展。 直到快要完结的时候,突然一个高个子的学妹, 恒景跟千赫告了白。 虽然千赫很快就拒绝了恒景。 但因为学院计,千赫和恒景都是执行委员。 两人在共事的时候,关系也变得逐渐暧昧了起来。 差点这两个人就发展成了一对。 好在,玛丽阳最后发现了自己已经离不开了千赫。 而千赫依旧喜欢着玛丽阳。 所以千赫再次拒绝了恒景。 松岗村又推了一把玛丽阳。 让千赫和玛丽阳的关系更进了一步。 最终,这两个人成了欢喜冤家的情侣模式。 番外故事里,玛丽阳生病的时候,千赫还跑去了玛丽阳家照顾他。 算是到故事结尾的时候,CP线最为明显的一对了。 最后的最终话,其实也只是讲了五个男生高中毕业。 大家要各奔东西,有些惆怅,但是大家都是好友,以后依旧会联系。 故事也就演到这里,彻底的落下了帷幕。 综上就是少年同盟的原作完结的大致剧情,以及几位主角的情感关系。 各位,还有啥想法与看法,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。 本期视频点赞过以外,我就一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。 希望各位多多点赞,多多支持。